很多农户认为这个大蒜到底应该是去使用硫酸钾这样的一些肥料比较好呢 还是说是应该去使用一些氯化钾这样的一些肥料比较好的 当然了,氯化钾这样的一些肥料呢 价格肯定是要比硫酸钾之类的肥料要便宜太多了 有些农户认为这个大蒜只要用上氯化钾这类肥料 这个大蒜死苗烂壳就会越来越多 到底试试情况怎么样呢 这期我给咱们朋友们分析一下 大蒜虽然说喜欢硫元素 但是大蒜也不是记氯的作物 所以说它也是需要氯离子的 它的氯不敏感 大蒜是可以去使用氯化钾的 而且咱们朋友们可以自己多留意 就是说使用氯化钾以后 反而比硫酸钾展示上要更好一点 另外就是大蒜 这个蒜瓣 蒜头 普遍要比使用硫酸钾的蒜头要大 从展示上来看 氯化钾要比硫酸钾展示上要好 但是这个氯化钾如果说长期使用以后 它势必会造成这个土壤出现板结的一个情况 土壤一旦出现板结以后 那么土壤的透气性就会下降 肯定会出现死苗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给咱们朋友们提个建议 如果说是在沙性的土质上 建议咱们农户可以优先的去考虑氯化钾 如果是在粘性的土壤上 建议咱们农户的优先的去使用硫酸钾 当然了 还有一点 就是说咱们在零年种植这个大蒜的这部农户的 如果说您一般使用 比如说硫酸钾这种肥料 连续使用了三年以上 那么我建议您稍微改变一下配方 下一年可以试一试绿化钾 如果说使用绿化钾 已经达到三年以上的这部农户朋友 建议您的尝试着去换成 硫酸钾 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微生物菌肥 这个话题 因为很多农户说这个微生物菌肥 到底能不能够跟这个复合肥一块去使用 微生物菌 在市场上常见到的一些种类 比如微生物菌剂 另外就是微生物有机肥 以及微生物菌肥 所以说再次给咱们朋友们提个建议 如果说咱们在做底肥的时候 不管您种植山药 或者是辣椒 这些都是不耐虫肠的 不耐虫肠的这些作物 建议咱们朋友们 在底肥上可以去使用微生物有机肥料 一定要有机肥料 再配合这个复合肥 可以一块去使用 也就是说 只要是微生物的有机肥 可以去配合复合肥 一块去使用 因为有机无机相结合 这个对作物 这个增产 是有帮助的 当然了 如果要是使用的是微生物的菌剂 就是水剂的话 那么不建议咱们农户 在冲肥的时候 不建议直接配合到一块去使用 建议咱们朋友们 要么您可以通过椰面喷雾的形式 去喷散微生物菌剂 或者是冲肥 单冲肥 然后中间间隔 比如说七到八天 或者十天 然后再去单独的去充实微生物的菌剂 一定要交错去进行 这样子呢 才能保证咱们这个虫肠得到改观 因为现在虫肠呢 目前也没有很好的这个方法 除了咱们农户呢 去使用有机肥料之外 那么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使用微生物菌剂 或者是微生物有机肥料了 希望对咱们农户有所帮助 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蔬菜种子发芽的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的朋友们 一般的种植蔬菜以后 有时候这个出苗的比较慢 或者出苗不起 甚至就不出苗 当然了这个除了种子本身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跟咱们农户呢 催崖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咱们很多的农户不会催崖 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催崖的设备 这期呢 我教给咱们朋友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人人家里面都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平常吧 冬季一般常用到的暖水袋 怎么样去用这个蔬菜种子 建议咱们农户呢 先在55度啊 这样的一个水温 先去浸泡两个小时 等水温降下来以后呢 我们呢 开始去揉搓这个种子啊 让种子表面的这个粘着物啊 让它充分的脱离 进种完了以后 我们呢 就要把这个种子呢 直接放到一个纱布里面 一定要记住啊 纱布 因为纱布的透气性是特别的好的啊 放到纱布里面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暖脚袋啊 就上一派上用场了 然后呢 里面 这个倒热水啊 就是倒上三分之二的 这个热水就是30度啊 28度到30度 这样的一个水温 这个纱布里面这个种子啊 然后直接放到这个水袋上啊 外面呢 有一定水分的啊 这个是毛巾 然后盖到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中 希望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每隔三到四个小时啊 你去检查一下这个水袋啊 就是 有没有温度下降 如果温度下降的话呢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往里面再添一点热水啊 保证这个热水的温度呢 一直稳定在28度到30度之间 这样子呢 催牙就比较快 我们呢 只有这个牙漏白以后啊 咱们农户呢 就可以去比如说播种啊 或者可以去育苗都可以了 这样子呢 相当于是出来这个名呢 就是苗起苗状 也可以提早上市 希望呢 对咱们朋友们有所帮助 朋友们 大家好 这期呢 我们有见面了 春花生呢 现在已经到了种植的一个阶段了 普遍啊 咱们种植花生都会去选用种一剂 那么市场上啊 这个种一剂 各个配方的都有 这个价格呢 是不等 可能呢 有些农户啊 这个地块啊 本身低压害虫比较多 那么他选用的这个配方 正好呢 是防止低压害虫的啊 他认为这个配方呢 就不错 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户啊 说用过这个花生种一剂以后 感觉效果不太理想 没有达到一个增产的效果 这呢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种一剂 您选用的种一剂 这个配方成分啊 出现了偏差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方面呢 可能就是种一剂 那么它的一个成分啊 不过关 所以说这期啊 我们呢聊一聊啊 关于咱们农户 那么在选用种一剂的时候 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配方啊 比较好 这期呢 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分享一下啊 我们就按照办30英种子 需要的这个材料啊 比如说第一个啊 30%的毒丝皮 微浪悬浮剂啊 这个呢 需要100毫升 複美双呢 建议可以选用 50%的这个含量啊 40克 70%的比重铃 建议呢 选用到15克 另外呢 就是0.01%的云台素内置 这个云台素内置呢 建议使用到两克啊 大家一定要记着啊 这个云台素内置这个量 千万不能过大 一过大呢 就会容易导致啊 抑制 那么种子的一个发芽了 这个配方呢 总体来讲啊 是一个不错的配方 这个配方里面 我为什么去推荐 比重铃呢 比重铃 要比赛充禽啊 它这个吃药器要长 可以说的 整体这个配方 在华生上使用 这个吃药器呢 最基本能达到 160天左右 云台素内置的 主要一个作用 就可以大大地去减少 那么那种的一个情况出现 提高一个出苗率 达到一个苗起苗状 同时呢 还能够解决 比如苗起了一些 干旱的这个情况 从而呢 促使咱们的一个高产量 当然了 半种 只是高产的一步 高产呢 同时离不开 咱们的水肥管理 包括品种的选择 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有没有朋友们 大家好啊 这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 小麦呢 现在陆陆续续的啊 已经进入了 洋花区 甚至呢 有一部分地区啊 小麦现在已经出于 观象期了 那么现在啊 有很多这个争议性的 这个话题啊 您比如说 小麦这个洋花区啊 到底应不应该去打药 或者是洋花区能不能够浇水 这期呢 我们来聊一聊啊 我的建议啊 是不主张在洋花区啊 去打药的 洋花区的时候啊 这段时间 连续的应用天气比较多 所以说希望咱们农户呢 就要避开这个洋花区 要么您敢在洋花之前 要么敢在洋花之后 去进行喷洒 就比较合适了 另外就不建议咱们农户啊 在洋花期呢 去进行浇水的 在这个时间啊 洋花期的时候 如果浇水 田间湿度呢 必然会变大 田间湿度一旦过大 第一个呢 牙虫啊 这个数量 在密布透风的一个情况下 湿度过大的一个情况下呢 在进肌部 这个牙虫呢 会大面积的发生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说到的 小麦的赤梅病啊 也就是半白色的一个情况 在洋花期很容易出现啊 如果湿度过大 很容易导致 那么 痴迷病的一个发生 所以说呢 我是不主张在洋花期呢 咱们去浇水的啊 建议咱们农户呢 可以赶在 那么洋花之前 一周 或者是洋花 结束以后 十天左右时间啊 去进行浇水 这样子呢 是可以的啊 还有一便 就是 好的 嗯 要 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